过去2020美国总统候选人辩论会 荒唐情景不少人记忆游戏 如今一模一样的阵容即将再度登场 美国年底总统大选逼近 拜登和川普两名候选人 分别代表民主共和两党 首场辩论会将在台湾时间28日早上9点 由CNN进行转播 辩论会预计持续90分钟 两次进广告 棚内没有观众 规定不得使用道具 不能带小抄 这次川普得偿所愿 抽到最后结变顺位 拜登阵营也放出大招 川普插话被制止 还当中吐舌头 2020辩论 争唱又如小学生吵架 拜登阵营这次要求 其中一人发言时 另一人麦克风得静音 避免川普再失控 近来拜登前往大卫营 积极准备 川普访问中谈其对手 信心满满 但也罕见称赞拜登 回顾上次辩论正值疫情期间 这间世界已经改变了不少 议题从聚焦俄乌 及中东战火到美国国内 生育权经济通膨及移民问题 川普近期遭到定罪 科项额知将遭到拜登猛攻 而拜登81岁 川普78岁 两人年纪也将成为关注重点 时隔四年 冤家再碰头 将会蹦出什么火花 得要选民们拭目以待 上映新闻 林涵报道 巴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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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